話說,深得刑政信任的兩個術士,侯生和盧生的爹奸,終於惹怒了刑政,於是拘捕在咸陽走不及那幫術士入監,又寫一份召書對盧生和盧生的進行定醒,說他們妖言惑眾,妖亂民心。 照書宣讀完畢,接著下來就要老實交代問題了。嚴刑敲打之下,那幫術士為了自保,於是就互相揭發,甚至不惜捏造罪狀,牽引無告。一輪審理,審出犯禁的有四百六十多人,全部在咸陽坑散,使得天下人知道,以為警戒。 這個事件,後世呢,就往往同焚書並列,合稱為焚書坑瑜了。 但是究其原因,所謂坑瑜,本來呢,只是對良幼不齊的術士隊伍,進行一次清理整頓而已。 被活埋的四百六十多人,全部都是那些觀星像練單藥的術士,並不是餘生的。 所以司馬遷在他的《史記如林列傳》裏面也有說明, 《及至秦之貴世,焚詩書坑術士》,可見根本就不關余生什麼事。 那麼坑術士,又在什麼時候開始被人誤傳為坑瑜的呢? 首先提出坑瑜的,是在東俊年間,梅兒所獻的古文尚書, 符有孔安國所作的尚書罪。裏面是這樣說的, 《秦始皇毀滅先代的典正》,焚書坑瑜,天下學士,被殺的被殺,逃難的逃難。 我先人就把家裡的書藏在牆壁裡面。 那麼這時候,坑術士就第一次變成為坑瑜了。 後來,隨著古文尚書被定為官書,坑瑜的說法,於是就沿襲下來,慢慢慢慢就變成定論。 而對於梅兒所獻的古文尚書,以及孔安國所作的尚書罪, 很多人都懷疑這兩本書到底是真還是假。 到了清代,這兩本書藝書的身份已經是概觀定論了,原來是留野。 偽造者雖然是千差萬別,但是心態卻完全一致,就是希望以假當真,成功地蒙蔽世人。 舉個例,造假書畫的人,在造假完畢之後,總是會不嫌辛苦, 再偽造出名家的印章和提板,來標榜名家品鑑,流傳有水。 而古文尚書到底是誰偽造的,現在就翻查不到屎料了,但是他的心態就跟那些做假書畫的人一模一樣, 所以才會偽造上書罪出來,還假托在孔安國的名下,以假聯真。 那偽造者將坑術士就改為坑語,其實也只是為了引出下一句,我先人藏其家書與屋壁。 從而呢,可以助證到古文尚書真是真實的。 那麼考究他的最初用意,大概只是為了不讓人知道本書是假的,就沒有心去抹黑刑證。 那麼後來那些人就根據這本書,將坑語判為鐵案, 那麼就大大出乎偽造者的意料之外了。 但是有一件事就很奇怪,作為掌握了主流話語權的愚者,即是那幫愚生, 他們也沒有意思糾正這個錯誤。 一方面,他們高唱復古、詩古的論調。 另外一方面,他們也深深明白,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道理。 只有歷史有利於當下,那他的真藝有什麼重要呢? 那麼,估計在理智上,他們可能都會懷疑到底有沒有坑語這件事。 但是從利益和感情之上,他們就寧願相信坑語就真有其事。 坑術士變成坑語,對他們來說,無疑是有利的。 那麼一例,認證就成為了一個負面的典型,可以被愚生經常拿來談論。 他們談論的目的,不外乎就是想讓當時的帝王聽到。 你看看,刑徑就是因為坑語餘生,帝國才迅速土崩瓦解。 還要落下千古罵名。 所以,陛下益名就不用微臣再提醒了。 而坑術士變成坑語,也可以滿足他們的感情需要。 倒不是說他們患有被迫害妄想症,而是他們作為一個群體,要維持自己的團結和信仰。 除了讀聖言經典之外,還需要一些殉道者,一些聖徒。 而掌握著話語權,自然就可以將那些所謂的愚生的追認為烈士。 就算這些烈士不存在,也可以通過修改史料創造出來。 而有了這些殉道者的存在,他們這一愚家群體,就添加了無限的榮耀和光輝。 愚生將坑術士摸到自己頭上,深安理得地將自己打扮成受害者,並且從中得到莫大的安慰。 如果你說坑的其實不是他們,嘿嘿,他們還不坑過你呢? 你幹嘛不坑我們愚生啊?你看我不起,還是其他東西啊? 只但這樣,說我直言,在當時營政的心目中, 愚生的地位,的確就不夠術士高。 愚生就只懂得以古飛金,而術士呢? 可以令到營政成仙不死。 那麼兩個群體的重要性,自然就不可同日而餘啦。 以愚生當時的地位,也都根本不可能引起營政動這麼大的肝火痛下殺手的。 那麼當然啦,從看代以來,愚家的地位迅速提高。 那麼時至今日,愚都仍作為一個褒義詞而存在。 比如說,愚雙啦,雖然實際上是雙人,但是呢,就要將個愚字擺在雙的前面,以便可以附翁風雅。 只不過愚雙這個詞,其實跟後現代這類詞是一鬼樣,迅速亂編出來,不知所云的。 愚雙不兩立,一係就愚,一係就雙,甚麼叫愚雙才可以的。 好了,閒話休題,言歸正傳。 那麼四百六十幾條先活的人命,並沒有換來認證內心的平靜。 他精心培養的術士隊伍,經此一役已經元氣大傷。 而他那副紅雲無筆的帝王之靈,同樣都遭受到重創。 當這四百六十幾個術士,在塵土的染賣之下,慢慢慢慢就超然無聲, 認證感受到的不是瞬間的快意,而是深沉的失望。 為甚麼呢?原來,這些自稱為懂得通靈的人,這些號稱來先人最近的人, 原來跟普通人一樣,一坑就死,一點異能都沒有顯示出來。 那麼長久以來,刑政將尋訪先人和不死神藥作為個人的終極追求, 甚至放在江山社職之上。 但是現在,他就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,就是這個世界上, 是不是真的有先人和不死神藥的呢? 曾幾何時,他認為這個問題根本不成問題, 那時的他,信心爆棚,志在必得。 雖然說在他之前,齊威王、齊孫王和燕超王也有過求先訪約, 而且都是以失敗告終。 但是這三個人又怎能跟他相比呢? 齊威王、齊孫王、燕超王,只不過是一方諸侯而已。 得不到先人的垂青和可憐就很正常的。 而他刑政是當今的天子,人間的主宰。 他的偉大功績連三皇五帝都沒有辦法企及, 就算是先人下半,也最多可以跟他分庭抗禮, 而不可以凌駕在他之上的。 當年,皇帝一邊打仗就一邊學年先。 後來,天降神龍將皇帝就迎了上天。 那麼皇帝都做得到了,他刑政就一定可以做得到了。 所以,在經過幾次的求先失敗之後, 刑政的信心還是很堅定。 先人和不死神弱,總是應該在這個世界上的某個地方。 只要落足功夫,就沒理由找不到他。 就是這樣,刑政不斷失望,又不斷希望。 直到猴生和盧生畏聚潛逃, 就好像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條稻草一樣, 搞到刑政就徹底動搖,開始懷疑不死的荒謬,神仙的虛無。 那獵人設個陷阱去捉狐狸, 狐狸只會一尾去紮怪陷阱, 不懂得紮備自己。 刑政遭到術士的集體愚弄, 他也不怪自己。 既然術士坑害了他, 他就反過來坑殺那些術士, 作為夢想破滅之後的報復。 而在夢想破滅之前, 他也曾經無數次憧憬過這樣的激動人心的場景。 就是那些術士, 在海邊扔回來, 一撲一撲, 一路大喊, 找到了! 找到了! 找到皇帝, 先人和不死神約, 找到了! 那時候, 他又怎麼抉擇呢? 是選擇成仙呢? 還是選擇不死呢? 哈哈, 多幸福的煩惱啊! 你說, 成仙, 從此呢, 就生活在天庭之中。 唉, 不行不行, 他不可以拋棄他的子民的, 他不可以離開他的帝國。 因此, 與其成為一幫先人裏面的普通一員, 都不如選擇永生好過了, 在人間, 永遠享受帝王的富貴。 好! 就這樣定! 浸妖不死! 從此之後, 老而不須, 就延年益壽, 隨便便去邊樹, 艷漢酷樹都不會傷害到自己身體。 鬼神妖怪都不近得我身, 所謂百獨不侵, 月天地比壽, 就與日月齊光。 啊! 得閒呢, 就登上蓬萊仙島, 望下茫茫無濟的大海, 手裡頭就舞弄著光殘殘的太陽, 頭頂著天空, 真是百易快哉了! 嘿嘿! 發夢當然是美妙的! 但是形正也知道, 先人和不死, 哪有這麼容易得到的! 有錢就使得鬼推磨, 要打動神仙, 就唯有靠誠心的。 他雖然貴為帝王, 但是他的權勢和富有, 並不能為他求仙不死, 帶來一些最實質的幫助。 要想打動高傲的神仙, 他就必須要拿出足夠的誠意。 他雖然不像窮人那樣, 著破衣裳, 就餓到瘦猛猛, 就是深山裏面求神仙, 拋棄父母家人, 還要絕食武功, 不讀詩書, 風餐露宿, 去求不死之道。 但是作為帝王, 他自信已經極盡謙卑, 足以令天上的神靈滿意。 但是, 怎麼搞的? 神靈始終都沒有出現過。 如果真是沒有神仙, 如果真是沒有不死神藥, 形正幾乎不敢想下去, 難道以他帝王之尊, 也只能夠向死神卑躬屈塞。 那古人魂, 死生亦大矣, 豈不同哉。 形正幻想著自己的必然消滅。 唉, 真是不敢淒涼起來, 眼淚又巴巴聲流出來。 回顧自己一生, 他完全有資格傲視古今, 顧盼智雄。 當年南北徵戰消滅諸侯, 統一天下, 同民共鬼。 華山為盛, 紫冤為辭, 天地萬物都為我所用。 這樣一個形正, 前世未有, 後世都不會再有的。 只不過, 既然不可以不死, 那這些東西還有什麼意義? 既然不可以不死, 他又跟普通人有什麼區別? 來這個世間走一次, 那些日子就一日, 接著一日的流逝, 好像被人拖入逃場那些牛羊那樣, 向前走一步, 就來死亡近一步。 就算再有長生之術, 那又如何? 就算給你一千幾百歲, 又有什麼用呢? 所以說, 自古人家有死, 在死神面前, 幾這麼強大的人都要忍氣吞聲了。 對於術士, 朝中大臣都覺得很痛快。 對於術士, 朝中大臣都覺得很痛快。 朝中一班大臣, 深恨他們妖言惑眾, 擾亂朝政, 一早就想趴他們走。 所以, 坑殺術士的命令一朗, 他們不單止不去阻止, 反而在心裡頭高興。 唯有公子扶蘇就站出來, 幫術士請命, 勸營政寬恕他們。 公子扶蘇, 是營政的大兒子, 也是帝國未來的繼承者。 當年是二十八歲, 生性人口, 有愚者之風, 老百姓多數都讚他有賢能。 在之前, 扶蘇也曾經幾次直見營政, 公然對營政的諸多政策提出異議。 營政雖然對扶蘇屢次犯上頗為不滿, 但終歸都是自己骨肉, 所以一直忍住他, 並未責罰。 而這一次, 扶蘇在錯誤的時間, 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建議, 終於將營政徹底惹怒。 營政將扶蘇叫到面前來, 大發雷霆。 營政說, 你這個臭小子, 為何總是要跟我作對? 老百姓都說我殘暴, 說你仁德。 你知道你的仁德之名從何而來? 就是因為你耗出風頭, 凡事都唱我反調, 所以那些百姓才喜歡你, 才稱重你。 你被他們抓住了弱點, 他們用仁德的虛名, 輕而易舉, 就迷了你的心肖。 於是, 你就變本加厲, 越來越過癮, 一間再間。 好的歸你, 壞的, 全部是我的。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甚麼? 你被老百姓利用了, 你都不知道。 和我作對制言明? 荒謬! 可笑! 我實在告訴你, 老百姓怕我, 為我, 它是看死你軟弱無能, 好虛。 我問你, 以後你怎樣去治國? 難道事事順著那些百姓? 難道為了貪圖他們的稱讚, 反而怕了他們? 如果真的這樣, 讓我作估之後, 帝國的精靈法規, 還不讓你破壞到面目全非? 帝國現在還在我手上, 你急甚麼呀? 到你作事的時候, 你自然可以作事。 唉! 咸陽, 你不要留在樹, 北去上棍, 幫蒙填監軍, 自己, 想清想楚。 唉, 符蘇被老爸這樣一趕走, 就為帝國的崩潰, 埋下了腹不立。 請收聽李斯傳奇的特別製作, 焦卓明, 見焦過焦。 古中有古, 古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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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認為, 焦書是可靠的, 但焦魚就可疑了。 史記秦始皇本紀當中, 關於焦書的記載是可靠的。 對照之下, 焦魚的記事, 就好像一段起伏跌蕩的故事。 事情起於秦始皇求先求約的個人喜好, 變化於方氏的不滿逃脫, 突變於秦始皇的一路之間, 進而還牽連到公子扶蘇的命運。 但更多人認為, 焦魚是存在的, 甚至認為焦魚不止發生過一次。 有古書記載, 秦始皇焦書以後, 擔心天下人不遵守法令, 就發出招覽, 凡是到咸陽的餘生學者一律觀拜為郎, 無名而來, 前後有七百日。 與此同時, 秦始皇就派人在黎山坑谷, 一個比較溫暖的地方, 秘密地種瓜, 讓那裡的瓜能夠在冬天結果成熟, 並且就此召集些餘生來議論一下。 冬天種瓜, 那些餘生學者個個聞所未聞。 各人談各人的觀點, 一時間, 意見紛紛紛隨便亂。 見大家議論出結果, 秦始皇就叫大家前去實地拆漢, 並且預先派人在山谷設置基關。 七百日餘生之後, 果然是見到冬天山谷棄出了瓜, 大家好奇兼驚訝, 爭着發表各自的見解, 繼續吵吵不止。 这个时候秦子王就命令人逐发机关 从上面将泥土往下堆田 没多久就将一众余生全部压在下面 再没多久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虽然说史学对焚书坑于就存在诸多争论 但是坑埋四百六十几人 这一海人听闻的大屠杀 还是被多数人认为是真实发生过的 这样无论是坑于生 又或是坑一些术士 秦子王终究杀了四百六十几条先活的人名 秦子王的暴君形象 已经因为焚书坑于而更加深入人心 千百年来 人议论这位千古一帝的时候 总是不会忘记提及他的焚书和坑于的残暴